欢迎收听神中课 唯有你胜过一切 今天是6月7号 题目是他的紧握 今日的全新节记住在约翰福音10章28节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奪去 今日的内文 2016年6月7号 有一位妇女和他13岁的女儿 在某一间一元商店购物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冲过来绑架这个女孩 当那个男人将女孩拖到他出口的时候 他的母亲竭尽全力感救他 最后一个母亲将自己整个人 扑到在女孩的身上 那个男人就无法将他们两个都拖走 于是他放下那个女孩向出口跑出去 然后在停车场被一名警员逮捕 附近的监控摄影镜头全部录下了这个可怕的过程 因此当我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老海中就不禁浮现了 这位母亲为了击退大徒使出浑身解数的画面 耶稣信心十足地说 他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刺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与父缘为一 凡恩信而跟从耶稣的就有永生的保障 如同样在好牧人手里面 就好像在慈爱的父母怀中甜碎的孩子一样 这个为我的心灵带来深刻的安宁 并驱散了我对未来、末日、永生等等的焦虑 你可以在宇宙中最有能力的上帝怀中揭晰 即使上帝的仇敌想要将我们从他手里面夺去 耶稣和天父也绝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因为他们比任何可能威胁我们的力量都更加伟大 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保证 引用李岸、莫先你的话地说 没有人能从基督的手中把他们夺去 基督教信仰最宝贵的一点是 我们的永生并不是取决于我们对基督脆弱的把握 而是取决于他对我们有力的紧握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